那時候你知道那個女孩子 孤魂其實就在天花板 剛剛還在看你拍戲 媽 她在裡面做法 對對對 有我啊 我 因為演員 這是我都不敢講的 她嚇到你 對 現在講的才是嚇到 幸福房屋場景 曾發生分屍案 網友報售局 AI複製李國修 身為你的主管 跟你工作這幾天 我對你有很多的觀察 你懶散 被動 做事情不相信 我推一步你才走一步 林依清喜劇幸福房屋事件部 京舉辦首播記者會 想不到劇組拍戲是真的專櫃 讓全場都驚呆啦 我們拍店的那個Hotel房間 是幾年前真實發生的 是一個男生帶他女朋友去過夜 然後半夜就把他殺了 而且分屍 那個房間嗎 不是嗎 那個房間 現金皮疙瘩起來了 然後我記得是下午 就準備要收工 然後我突然那個到了 就來我脫髮 就說導演其實 你們現場還有一個精子 然後我說啊 喝精子幹嘛 他說 你知道你們記得那個場景 那個 多年前發生一個事情 就是一個紅色山 但是你知道那個女孩子 不會 其實就來天花板吧 在看你們拍攝 對 在看你們拍攝 我們還在裡面做法 對 有我啊 我 那我們其實今天訪問都講錯啦 我們說我們沒有進去過兄弟 其實有 但是我都不敢講 就怕嚇到你 對 現在講的來講 太舒服了吧 沒有覺得不舒服 但是因為那場戲 真的非常地爭 那時候我們心裡有 有 非常謹慎 覺得不要開玩笑 嗯 就是要很 非常非常尊重 對 而王月在劇中 飾演愛貓人士 因為思念用AI技術 複製過式的愛貓 鄉親遺孤的老公 劇場大師離國時候 他也特別有感 剛剛有講到說 想要就是把貓取得牠修修 嘿 如果我叫牠養貓的話 我OK 對 很可愛 我看這隻貓 後來會不會很像你 給我修正我 哈哈哈哈 是你會想用AI技術嗎 一點都不想 牠都怕弄到我 牠就輕輕地在旁邊問我 鳳姐你很有感受喔 對 有很好 你隨便你take 每一次都很好哭 滾下老師再來 不要再 因為 牠好好的在上面就好 不要再 過太好 過太好 其實是 他們過太好 你就不會夢到他們 他們過得很好 早就已經 不想在哪邊雲友的 我也希望不要夢到他 育姐你確定是瘦了 真的我好瘦喔 我真的好瘦喔 上個月做了個大體檢 我的膽固醇到了232 三酸甘油脂到了234 每天 除了急降雨 我絕對上山 我必須要很快的把我的體脂降下來 所以我這個月就不吃澱粉 但不健康喔 我三個禮拜後 膽固醇降到158 三酸甘油脂降到70 挺狀態的 我真的不敢講 我跟你講 我今天好沮喪 我現在46點多 育姐 你先46 你跟我一樣 真的嗎 到後來我又是你